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紧接着 一个小女孩也险遭毒手 原来这是一只巨型毒蜘蛛 它原本不是地球的物种 而是火星生物和蜘蛛杂交的怪物 巨猪生长繁殖迅速 短期内就会大量繁殖 如果不能及时将其消灭 人类面临的恐怕就是一场大的耗尽 经过一番搜寻 军方终于发现了蜘蛛的踪迹 可还是晚来了一遍 这只体型巨大的毒蜘蛛已经开始袭击人类 经过一番激烈的交战 军方损失惨重 巨猪也逃出重围 下落不明 很快巨猪发育成熟 开始产卵 它爬到市中心的高楼上面 在那里找到一处安静的存在 紧接着开始产大量的猪卵 突破出很多的小毒蜘蛛 不得已军方开始派遣战斗机 实施轰炸 巨猪从楼顶摔落 被摔晕在地 就在众人欢呼雀跃 庆祝胜利的时候 巨猪恢复了神志 紧急关头 虫类专家 在主角光环的驾驶下 用火箭筒 最终将巨猪炸死 尽管物种杂交 在某些情况下 对研究农业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方面 能提供一些好处 但其中存在的一些潜在的危害 更应该引起人类的注意 感谢观看